好家伙 贝爷这期的出生地竟然是一座活跃的火山 机长看到这里 环境 心里黄的一逼 直接就跟老贝说 老贝呀 你看到合适的地方就跳吧 我就不送你了 贝爷无奈只能在跳伞前装逼一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贝爷吃不到的女人 吃瓜姐 贝爷从飞机上绷着一根绳子就滑了下来 刚下到火山 老贝心里就开始打推糖果了 一想到小伙伴们的点赞就硬着头皮开始干 在这火山上除了黑乎乎的一片 剩下的就是太热了 身为打野王的贝爷 估计在这里捞不到什么好处 这里到处都弥漫着硫磺的毒气体 因此贝爷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他把身体重心 压低 肥快的跳跃下山 经过了几尊魔怕滚打 现在贝爷终于离开火山 来到了丛林地带 这里的灌木和草丛非常的茂盛 同时也意味着这里会有很多的小虫子 而贝爷今年的虫子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建议长按点赞三秒以后食用更佳哦 很快贝爷就在一棵树根底部拔进了一只西甲虫 这虫子会利用鸡脚在熊木里滚来滚去 哎 这不就是常说的十个狼吗 这玩意儿 本瓜看着都觉得恶心 殊不知咱家贝爷二话不说就塞进了嘴里 哎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鸡肉味 杂崩脆 非常酸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补充完蛋白质以后继续探索 灌木丛越来越茂盛 山路也越来越难走了 于是贝爷决定沿着河流往前走 河流往往会沿着主力最小的路径走 因此很多时候有些地方就会落差很大 这不还没走多远呢 贝爷就给一个60多米高的瀑布拦住了去路 但相对丛里 水路拉着好赌太多了 这道瓜粉们都看着 为了面子 贝爷也不好意思绕路啊 在这里 跳下去 摄影师打死也不愿意 贝爷就只好收集附近的藤条当做绳子 将藤万绑极树干就直接爬了下去 但贝爷高估了这条藤万的长度 爬到离水潭还有9米的高度 藤万居然到头了 贸然跳下去 中国跳水队也不敢这么玩啊 于是贝爷就用绳子绑住一颗石头踏出水潭的深度 确认了深度足够安全以后 直接就跳了下去 在贝爷的事以后 摄影师也紧追其后 沿着小河下游走去 很快 贝爷去路又被一座岩壁当住 哦 家伙 刚刚跳完水 现在要攀岩了是吗 一看这高度 大概在90米左右 爬上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 攀岩行不通 那可以走下面呢 之前水流一直往岩洞里边流去 在探索洞穴前 贝爷已经制作了一个火把 刚走到洞口 贝爷就遭遇到一只打加油的螃蟹 随手就抓住了 寄养在背包里 贝爷抄起火把就进入了洞穴探险 不得不说 这点又大又长 最到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了 所以在洞穴里行走 一定要时不时的做好标记 比方迷路 还要时不时回头看看 记住回去的方向 贝爷越往前走 水越深 几乎淹没了贝爷的半个头 不料贝爷突然脚下一滑 直接摔进了水潭里 这时的火把已经熄灭了 贝爷只能在黑暗中摸爬滚打 这时他走出的每一步全是靠感觉的 摄友师也紧嘴气候 可以看出贝爷已经被吓得笨死了 但很快贝爷爬上一处沿洞 发现了前方有光 有光那就意味着有出口啊 山洞很窄 但是光就是他们的希望 几经波折以后 他们终于走出来了 贝爷也松了一口气 现在的贝爷需要搞点食物来庆祝一下这次的死里逃生 到这里还能吃什么呢 相信你已经猜到了 只见贝爷在一些煮烂的木桩里用到桶来桶去 过一会儿一大把又肥又大的虫子 至于好不好吃嘛 贝爷就懒不说了 总之蛋白秩序有了 放进背包里回头一锅断 叶木很快就要降临了 贝爷要提前挑选一个睡觉的地方 在桶林中 蛇中属椅的特别多 这在地面上那肯定是不科学的 比起这些 贝爷更害怕的是会爬树的每周火 因此 贝爷需要把自己的窝吊在半空中 贝爷砍来树盖 用周围的藤蔓做了一个三角形的吊床 然后利用藤蔓把他给吊起来 突然贝爷在树上拔出了呱呱呱的叫声 原来老贝都在树上拔先了一条巨大的幼虫 后家伙 加上之前的 现在肯定饿不着了 做好吊床以后 接着贝师傅就要开始准备晚餐了 后家伙 好几条大肥虫子 还有两只大螃蟹 这伙食是真的好 拖拖的山珍海味一锅炖呢 贝爷把大肥虫子用木框穿好 单独烹饪 剩下的虫子和螃蟹加上水一起熬煮 看到这一锅食物 瓜姐拿着的鸡腿都瑟瑟发抖了 看贝爷没享受的表情 时不时还拔出给给给的鬼秀声 看来这顿黑暗料理 老贝还是相当满意的 如果还有一些果酱 那这味道肯定是刚刚的 这把喝足以后 贝爷开始钻上吊床休息了 这吊床看起来挺不靠谱的 实际上质量还真是刚刚的呢 第二天很快就到了 贝爷闲时坐在吊床上感慨人生 殊不知危险已经先一步来临了 吊床下面莫名的出现了一只绿腹蛇 虽然这玩意儿看起来挺香的 被他接上一口 贝爷两个小时不到就会两腿蹬了 贝爷嘴上说不想吃 他缓缓的撤退这姿势 懂得很自然 摆脱了危险以后 他来到山坡上辨别方向 他卷了一条离目的地最近的小路出发 但这一路并不好走 茂密的丛林还下着暴雨 让贝爷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艰难 好巧不巧有一条大河挡出了贝爷的去路 刚刚被断崖挡出了一次 这一次说什么也不会再绕路了 他可不想让瓜姐的粉丝们失望 贝爷鼓足勇气 开始跟凶猛的河水较量 纵身一跃 扎进了河水中 摄影师也扛着几十斤的摄影剂解随其后 来 给着面子 请把摄影师威武打在平泪区里 很快 借助河水的力量 他成功的到达了对岸 接着贝爷就向棚林的深处走去 很快 一座亚马古剂就赫然出现在眼前 贝爷爬上古剂 点燃篝火 拔出浓烟 不一会儿来接应他的飞机就文序而来 贝爷抓住飞机绳索 宣布挑战成功 很显然 默默无闻的摄影师 这次又又又被抛弃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 哦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拜拜